我代表马来西亚 哇我们高兴得不得了 那么就是开始我们宾州政权组织 被国家认同 那么我们 本来也是 register under Ministry of Culture 拿督温文金表示 目前宾州交响乐团 距离全职的交响乐队目标 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假如我们有一个 cooperation 还是一个 一个集团 adopt我们的话 我们这些都是 这个 professional 对他们就有 有一个保障 他们就可以说 我要把这个音乐 做我的饭碗 宾州交响乐团的团员 来自各年龄阶层的人士 他们是利用 业余的时间来排练 所以干乐团 一直仰赖团员 对音乐的热爱 维持到今天 但也因为这样 他们被团员高扭动性的问题 困扰多年 不少团员会因为升学等理由 而相续离开 为了解决轻狂不解的问题 曾是中林中学乐队导师的 拿督温文金 想到了一个对策 我们还有一支少年 也是七十多个 那个从七岁到十三岁 Benang Junior Symphony Orchestra 我们变成Symphony Society 还有个Benang Wind Orchestra 这个Benang Wind Orchestra 是我中林的学生 毕业了 他们很喜欢去管 不过没有地方 去提醒他们的团馆 所以我就组织了 Benang Wind Orchestra 所以就是我有了这个 Benang Junior Symphony Orchestra 跟Benang Wind Orchestra 所以我这个新陈代谢 我不怕 他感叹 我国现有的职业交响乐队 团员都是以外国人居多 经常都面临人才流失的问题 MBO85%是外国人 就10%是本地人 你想 本地人要想到 高的水平在哪个金 在那边被他们选择 从这个1999年开始发展 我的成员 很多都很天分得好的 都拿到奖学金出国 好 让我看看